我们官员会成立之后 在我们工作设施点交完成之后 我们会拨一笔 可能就是给官员会的一个基金 让他去做这个我们内部社区 所有的一些设施的一个管理维护后面的所项的经贵来源 普里镇北美新社区在县府新办专案让售后 为了让社区能够自主发展 县府也规划在今年6至7月份 辅导县内专案让售社区成立管理委员会 希望在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 社区能够针对社区内的公共建设 以及自由活动中心等来执行管理 健全社区发展 并且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对于社区公共建设申请也有正面的帮助 对此北美里里长也呼吁社区居民能够踊跃的来参加 推动北美新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我们管理委员一定是6月7月要成立成立管理委员会 这次是属于管理委员会的 如果成立管理委员会要申请什么補助 什么设施更好人 希望出席 那时候大家拥有来出席 来替报名增加到更多的机会 先议员陈宇军表示 当初北美新社区建造完成之后 营建署就有编列一笔资金来给社区使用 而使用的前提就是社区要成立管理委员会 因此为配合中央政策 县府建设处城乡发展科 也将在6至7月份福岛县内6个地震重建社区来推动 因此也鼓励社区能够将管理委员会来完成 才能够在未来不管是在经费的申请或是社区营照规划 都能够更加便利造福社区的居民 那最近呢因为配合我们营建署 当时在营建之后 其实就有一笔基金 要等待我们这个北美新社区成立管委会之后 再把基金交给我们的管委会 那现在呢预计是在6、7月份左右 会由我们的城乡发展科来做一个推动 那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整个南投县大概有6个地方 竹山已经做好了 那接下来普里镇有两区要做 把委员会成立起来之后 不管我们未来要让社区有一些发展 或者是争取一些经费 或者是要办理一些活动 那一定都会更方便 副一长潘一泉也呼吁北美新社区的居民 能够紧速地来推动北美新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让社区管理能够更加的规范 并且在未来的社区营照上也更加便利 造福社区居民 记者陈唯一普里镇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本来看 看